好那么继续呢 在往南看到傅里乡的代表会 也是在11月2号来召开 第一天的议程呢 是由主席詹靖夫来主持 乡长陈荣聪率公所各客室主管道场进行 近半年来实证报告以及业务上的报告 其中陈荣聪为了让地区需要帮助的住户呢 连结各爱心以及企业 下半年共发放了23笔的善款 让爱散播在傅里的每个角落 傅里乡名代表会第21届第六次定期会 11月2号召开 第一天议程是由主席詹靖夫来主持 乡长陈荣聪率公所各客室主管道场进行 近半年来实证报告以及业务报告 其中陈荣聪为了要让傅里地区需要帮助的住户 连结各爱心以及企业下半年共发放23笔的善款 让爱散播在各角落 我们3月7号呢3月到7号我们通过永宏银行这个的协旅度 我本号召了这个1千7月家及善心人士呢 对我们本乡低收入户 弱势团体 弱势家庭的协商用品呢 总共兼了32笔善款 金额是22号8千100块钱 接着陈荣聪在实证报告首次强调 持续向中央县政府争取经费加强乡内建设 同时持续推动副理米产地认证 全力帮助本乡的在地小农 并且也加强地方创生以及吸引外流人回返乡来创业 陈荣聪随后以各客室业务执行情形说明近半年来的施政成果 记者高商双不离乡采访报道